歡迎打開RO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滅絕 Analyation 這支影片是關於滅絕這部電影我個人的劇情分析 另外還有一支影片是關於這部電影的無雷影評 也已經講了一些內容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先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看完滅絕之後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一團微光是什麼東西 從一開始的隕石擊中的燈塔來看 它就是一種外星生物的入侵 跟其他外星入侵的電影相比的話 很特別的是它不是用一種人類的思維 在侵略、殖民或者是毀滅 而是用全然不同的概念 在地球上面進行異電還有童話 這個方式我想到了一個比喻 有一點像是一個男生要追女朋友的時候一樣 你不能就直接綁架一個你喜歡的女生 或者是用武力去威嚇他當你的女朋友 而是必須去認識對方 然後也讓對方認識你 兩個人慢慢的互相影響 最後越來越熟了 就很自然的走在一起了 我知道很多人不是這樣的 走到最後就可以將兩個人的DNA混合在一起 產生出新的生命來 而當主角的探險隊進入到圍光裡面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很多棟植物混合DNA的結果 同一株植物上面各種顏色的花朵 有著鯊魚牙齒的鱷魚 在雷神索爾《諸神黃昏》中 飾演女武神的Tessa Thompson 在這裡面飾演的角色說到 他的解釋是 在圍光中會折射出生物的DNA來 進行混種 然後產生我們看到的異變 也讓他在最後變成了一株植物 鏡頭也用了水杯中的折射 來作為電影的提示 折射在這裡是表面上 還有台詞上面對圍光的理解 在台詞中還有另外一條路 可以找到圍光的另外一層意義 那就是癌細胞的解釋 癌細胞又名惡性腫瘤 指的是人體中不正常增長的細胞 主角在開頭上課時候所展示的 就是這個叫海拉細胞的癌細胞影片 這個由1951年一位女士的 子宮頸癌細胞中取下的細胞株 海拉細胞生長期快 更可以超越人體細胞分裂的極限次數 也就是海佛列克極限 得到不死的海拉細胞的稱號 對人類的醫療上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到現在都還在使用 整個圍光看起來就是 地球上面的一個癌細胞一樣 不斷的在增長 之前進去的士兵或者是探險隊 就有點像是治療癌症的藥物一樣 整個電影的故事 就可以比喻成為一個抗癌的過程 而回到角色身上 這些探險隊的成員 在船上的對白有提到 這些人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個趕死任務 都是經過心理評估的 都是有原因的 每個人都是受了傷的 都有自我毀滅的傾向 我的解釋是 這些探險隊中的人物 都在一場自己的抗癌過程中 他們人生中那些不完美的地方 那些缺陷 就像是癌細胞一樣 不受控制的增長著 他們都在面對自己的癌症 而主角還有主角的丈夫 也都在面對彼此心中的問題 那個婚姻中的癌細胞 也就是主角跟他同事之間的婚外情 一般我們的壞情緒 或者是不好的記憶 總是會過去 會忘記 但有一些比較可怕的 就像是不斷增長的海拉細胞一樣 不會消失 主角會來到這裡的原因 是因為他發現了自己的老公 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場自殺性行動 為什麼他的老公不想活了 因為他的老公發現了自己的婚外情 而主角也因為自己的愧疚而走上了 跟他老公一樣的路 於是在主角的身上來說 他要面對的癌細胞就是自己的罪惡感 在他的老公失蹤的那一年之中 他把自己封閉起來 不願意再接受別的感情 你可以想像這個癌細胞已經散播他的全身上下了 在燈塔中 主角面對那一坨外星雲 吸了他的一滴血之後 出現了一個他的替身 然後最後逃出來 坐在基地裡面講話的那個人 是誰呢? 是原來的主角呢? 還是那個替身呢? 有的人會解釋 那是被外星入侵之後的主角 然後他講的都是謊話 其實手裡拿著手榴彈死掉的是真正的主角 最後這個外星生物 變成了兩個高端的動物體 這個一男一女 準備要入侵人類世界 這是一個很好的猜測 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 沒有想要做這種愚弄觀眾的把戲 也沒有那麼的有心機 所以我覺得主角說的是實話 走出來的是原來的主角 但也已經不是了 他的替身比較看起來像是他的心魔 因為算是他的一部分 而不能說是他的複製體 毀掉對方之後 他也不是原來的自己了 電影的結局看起來是抗癌成功了 但就物理上的抗癌成功之後 你不是切除了癌細胞 就是用化療消滅癌細胞 這是我的理解 如果我講錯的話請修正 在物理上面來說 你已經不是原來的自己了 因為有一大部分已經跟隨著癌細胞所死去 這就是我認為主角在燈塔中發生的事情 但是藉由這樣子的自我毀滅 或者說消滅身上的癌細胞之後 他獲得了重生 於是最後主角還有他的老公都經歷了變異 不再是原來的自己 他們有點像是太患了身上所有的細胞 經過一場大病之後的兩個人 你可以說是學會接受了發生過婚外情的夫妻 或者是跟異星生物交融過的兩個新人類 兩個人最後擁抱的時候 還特寫了他們的眼竹 瞳孔中所發出來特意的顏色 整個電影的概念呢 我覺得跟那個手臂上面多出來的刺青是很有關係的 有人會說主角後來出現的這個刺青 代表著逃出來的主角不是原來的那個人 因為他原本沒有嘛 然後後來才有了那個刺青 但是也不只是他有這個刺青 其實在電影的中間 其他的人也有這個刺青 這個刺青是一個無限循環的意思 代表著宇宙運行的規律 毀滅還有重生 一再的發生 我不想講更多其他的意思 我們拉回到人的身上來看 這又提到我在上一支影片的開頭所提到的改變 在這個時代這麼迅速的改變之下 人沒有永遠不變的 我們其實可以說每一天我們身上的細胞都在改變 我們時常需要否定過去的自己才能往前走去 改變或許很可怕 家庭的改變 生活的改變 政局上的改變 國際情勢上面的改變 氣候的改變 都可能讓人措手不及 但你要知道的是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變的 所謂的滅絕還有永恆的傷害 長遠來看也只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我想這就是這部電影比較哲學的一部分吧 這部電影有非常多的解釋可能 有小說派 有藝術派 有哲學派 有數學派 我個人是主要在角色人物上面做解析 也不能很圓滿 希望你會喜歡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